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北京小学大兴分校的张老师 很高兴这节课和同学们一起学习 今天这节课 我们主要是对分数的意义和基本性质这部分内容进行复习 课前 老师已经让同学们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自主梳理了这部分内容 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同学们梳理的情况 互相交流一下吧 小红说 我用知行图的形式梳理了 有关分数的意义和基本性质这部分内容 我分为五个部分 分别是分数的意义 分数的基本性质 约分 通分 分数和小数的互化 通过我的梳理 我认为分数的意义 这部分内容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我们学习的第一个内容 我记得在三年级时 我们就学过把一个物体平均分成若干分 表示这样的一份或几份的数就可以用分数表示 例如把一个正方形平均分成四份 每份是它的四分之一 这学期 我们又进一步认识了分数的意义 知道除了可以把一个物体 一个图形等看成单位一外 还可以将一个整体看成单位一 从份与份的比较中进一步认识了分数 例如把十个圆看成单位一 平均分成五份 每份是单位一的五分之一 两份就是单位一的五分之二 相对于三年级来说 本学期我们更加丰富了对单位一的认识 所以我们说 把单位一平均分成若干分 表示这样的一份或几份的数就叫做分数 小红借助知情图的方式梳理了这部分内容 还帮助我们对比了三年级初步认识分数 与五年级再认识分数时的不同之处 丰富了我们对单位一的认识 接下来 我们再来一起看一看小明梳理的情况吧 小明说 我是利用表格的形式进行梳理的 也分成五部分内容 在我梳理的过程中 我认为分数单位也很重要 例如把单位一平均分成三份 每份是单位一的三分之一 像这样表示一份的数就是分数单位 三分之二的分数单位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里面有两个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 三分之二是用分数单位三分之一度量两次的结果 而且我还知道分数是指把单位一平均分成若干分 表示这样的一份或几份的数 因此我又想到了分数与除法的关系 被除数除以除数等于除数分之被除数 也就是说 分子相当于被除数 分母相当于除数 分数线相当于除号 分数值相当于商 小明借助表格的方式 梳理了这部分内容 又从度量以及运算于商的角度 有了自己新的思考 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看一看小方梳理的情况吧 小方说 我是利用思维导图的方式进行梳理的 我也梳理了五部分内容 在梳理的过程中 我发现分数的基本性质和约分通分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都知道分数的基本性质是指 分数的分子和分母同时乘或除以相同的数 零除外 分数的大小不变 在约分和通分时 我们就是借助分数的基本性质 将分数转化成分子分母不同 但是分数值相等的分数的 小方的书里呈现出了知识之间的前后联系 更便于对知识的理解与记忆 其实三位同学在整理这部分内容时 都有自己新的思考 同学们 你是怎么进行梳理的呢? 在梳理的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又思考了哪些新的问题呢? 有的同学说 这部分内容太多了 不知道该怎么记住 有的同学说 有些内容容易混淆 还有的同学说 不知道该如何建立知识之间的联系 等等 同学们 你们有这样的困惑与思考吗? 接下来 就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与思考 一起进行今天的复习吧 相信同学们 在自主梳理的过程中 已经发现了分数的意义 在这部分内容中的重要价值 其实 我们在学习这部分内容时 就是从平均分 度量 以及运算与商的角度 进行学习的 同时 我们还认识了 真分数和假分数 接着 我们又学习了 分数的基本性质 约分 通分 分数和小数的互化等内容 实际上 这些内容之间 并不是相互独立的 而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接下来 就让我们从分数的意义出发 进一步感受 他们之间的联系吧 同学们 如果给你这样一个分数 五分之二 你能说一说 你是如何理解这个分数的吗 有五分之二 你都想到了什么呢 可以用文字 画图 举例等方式 表达你的理解 同学们 你们想好了吗 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小红说 我是用一个小故事 来理解五分之二的 妈妈买了十五块糖 平均分成五份 给了我两份 也就是说 把糖的总数 看成单位一 把单位一 平均分成五份 这样的两份 就可以用五分之二表示 所以 有五分之二 让我想到了 分数可以表示 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小丽说 我举了一个例子 今年妹妹的年龄是两岁 姐姐的年龄是五岁 把姐姐的年龄 看成单位一 平均分成五份 妹妹的年龄 是这样的两份 也就是说 妹妹的年龄 是姐姐年龄的五分之二 分数还可以表示 两个数量之间的关系 小军说 有五分之二 让我想到了 她的分数单位 五分之二的分数单位 是五分之一 用分数单位五分之一 作为单位 度量两次 就得到了五分之二 所以 五分之二里面 有两个五分之一 小明说 根据五分之二 让我想到了 和她相等的很多分数 比如 十分之四 从图中 我们能够看出 十分之四和五分之二相等 但是他们表示的 分数的意义 却不相同 分数单位也不同 五分之二的分数单位 是五分之一 用五分之一 这个分数单位 度量两次 就得到五分之二 而十分之四的分数 而十分之四的分数单位 是十分之一 用十分之一 这个分数单位 度量四次 就是十分之四 小方说 我想到了分数与除法的关系 我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把两米长的绳子 平均分成五段 每段绳子长多少米 这个问题要用除法解决 用绳子的总长度 除以平均分的总段数 也就是二除以五 因为二除以五的伤 不能用整数来表示 就可以借助分数与除法的关系 用分数来表示伤 也就是五分之二米 五分之二中的分子二 就相当于除法中的被除数 分母五就相当于除数 分数值就相当于伤 小明补充说 我在计算类似于二除以五 这样的算式时 总是会出错 所以我就想到了分一分的方法 可以把两米长的绳子 想象成两根一米长的绳子 先把其中一米平均分成五段 每段绳子的长度是一除以五等于五分之一米 再把剩下的一米也平均分成五段 每段绳子的长度还是五分之一米 两次分完的结果合起来就是两个五分之一米 也就是五分之二米 也就是五分之二米 说明每段绳子的长度是五分之二米 当然也可以把两米长的绳子当成单位一 平均分成五分 这样的一份就是两个五分之一米 合起来也是五分之二米 同学们 刚刚这几位同学借助五分之二 从不同的角度带着我们复习了分数的意义 听了大家的分享 你能用自己的话总结一下吗? 小红说 通过交流 我从多个角度进一步理解了五分之二 知道分数既可以表示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也可以表示两个数量之间的关系 分数也是分数单位累加的结果 同时也知道了分数与处法之间是有关系的 分数的意义真是太丰富了 好了 同学们 通过刚刚的复习 你能不能解决下面的问题呢? 请你用直线上的点表示下面的分数 大家都表示出来了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小明的答案吧 看了小明的答案 同学们有什么想和他交流的吗? 小丽说 我认为小明的答案中 五分之二 五分之三 五分之五 五分之六和二分之三标记的没有问题 但是十分之一和十分之七标错了位置 小明错把零到二之间的距离当成了单位一 平均分成了十分 表示这样的一份和七份 实际上 应该是把零到一之间的距离和一到二之间的距离分别看成单位一去表示 所以在解决这个问题时 要先找准单位一 小方补充说 其实我们也可以根据真分数和假分数来判断这些分数的范围 例如 十分之七的分子比分母小 它是真分数 真分数都比一小 所以 十分之七要标记在一的左边 这道题中的真分数还有五分之二 五分之三和十分之一 这些分数都要标在一的左边 剩下的二分之三 五分之五和五分之六 它们的分子大于或等于分母 是假分数 假分数都大于或等于一 其中五分之五和一相等 而二分之三和五分之六都大于一 要标在一的右边 同学们 听了他们的交流 在解决这个问题时 你还有什么困惑吗 小明说 通过判断分数 是真分数还是假分数 确实可以判断出分数所在的范围 但是这些分数的分母不同 该如何确定它们的位置呢 小方说 我是这样思考的 因为把零到一之间的距离 看成单位一 单位一被平均分成五分 每分就是五分之一 两分就是两个五分之一 也就是五分之二 三分就是三个五分之一 也就是五分之三 五分就是五个五分之一 也就是五分之五 所以很容易就可以确定出 五分之二、五分之三和五分之五的位置 而五分之六里面有六个五分之一 它的位置应该在一和二之间 再把一和二之间的距离 看成单位一 平均分成五分 每分也是五分之一 这样的一份和前面合在一起 就是六个五分之一 所以五分之六应该标在这个位置 根据图中的分数单位五分之一 很容易找到分母是五的分数所在的位置 接下来将零到一之间的距离 平均分成十分 这样每分就是十分之一 七分就是十分之七 所以十分之一和十分之七的位置也被确定了 而二分之三就可以通过分数的基本性质 转化成十分之十五来解决 十分之十五里面有十五个十分之一 就要把一到二之间的距离也平均分成十分 从零开始数这样的十五分 就是十分之十五 也就是二分之三所在的位置 同学们 在确定二分之三的位置时 小红还用了另外一种方法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小红说 我发现二分之三是假分数 所以我把二分之三化成了代分数 也就是一又二分之一 一又二分之一是由一和二分之一组成的 就应该标在一和二之间 因此要把一和二之间的距离看成单位一 平均分成两份 表示这样的一份就是二分之一 与前面的一合起来 就是一又二分之一 它的位置就应该标在一到二这一段的终点 这个点就表示二分之三 同学们 解决完这道题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小明说 我认为在解决这个问题时 找到对应的单位一和分数单位都很重要 小红说 在解决这类问题时 可以利用真分数和假分数的特点进行初步判断 或对结果进行检验 小方说 我发现用直线上的点表示数 将数与形建立了联系 同学们都很会思考 借助用直线上的点表示数 确实建立了数与形之间的联系 在下面的问题中 我们还会进一步感受到数形结合的优势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借助分数墙中相等的分数 说一说 你都想到了什么 相信同学们已经有想法了 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 小丽说 我在分数墙中找到的相等的分数是 1分之1等于4分之2等于6分之3等于8分之4 通过这组分数 让我想到了分数的基本性质 分数的分子和分母同时乘或处以相同的数 0除外 分数的大小不变 比如 2分之1的分子和分母同时乘3就等于6分之3 8分之4的分子分母同时除以2就等于4分之2 小红说 小红说 我从分数墙中找到的相等的分数是8分之6等于4分之3 借助这组分数让我想到了约分 利用分数的基本性质 将6分之6的分子和分母同时除以2 就是4分之3 4分之3的分子和分母只有公因数1 所以4分之3是最减分数 在约分时通常要约成最减分数 小红说 我从分数墙中找到的相等的分数是2分之3等于6分之4 借助这组分数让我想到了通分 因为2分之3和6分之4是一分母分数 在通分时通常用两个分数分母的最小公倍数做公分母 因此2分之3和6分之4就通分成了公分母是6的分数 同学们借助分数墙 不仅找到了相等的分数 复习了分数的基本性质 约分和通分的知识与方法 而且在复习的过程中 又进一步沟通了分数的基本性质 与约分和通分之间的联系 接下来就让我们应用这些知识来解决下面这个问题吧 通过阅读题目 你都知道了哪些数学信息呢? 小红说 我知道了有关时间的两条信息 去时用了0.625小时 原路返回时用了25分之12小时 同学们 你能根据这些信息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呢? 能试着解答吗?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下面几位同学的想法吧 小红说 我提出的数学问题是 去时用的时间长 还是回来时用的时间长 因为去时用了0.625小时 回来时用了25分之12小时 两次时间都是以10为单位 所以直接比较0.625和25分之12的大小就可以了 在比较时 我利用分数与除法的关系 将这两个数都统一成小数后再进行比较 25分之12等于12除以25等于0.48 因为0.625大于0.48 所以0.625大于25分之12 说明去时用的时间长 小方说 我和小红提的问题相同 但是我是将0.625和25分之12都统一成分数进行比较的 0.625等于8分之5 因为8分之5和25分之12是1分母分数 所以先通分再比较 结果还是去时用的时间长 小力说 我也提了相同的问题 但是我发现 0.625小时超过了半小时 而25分之12小时不足半小时 借助半小时也可以比较出两次时间的长短 0.625大于25分之12 说明去时用的时间长 同学们 在解决同一个问题时 这三位同学用了不同的方法 但都用到了比较大小的知识 接下来 让小明帮我们梳理一下吧 小明说 在比较大小时 如果既有小数又有分数 我们可以将它们都统一成小数进行比较 也可以都统一成分数进行比较 当然 有时还可以通过借助中间数 加桥梁的方法进行比较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复习内容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 同学们有哪些收获呢? 小红的收获是 她从平均分、度量、运算与商的角度 进一步理解了分数的意义 小方说 她知道了这些知识之间存在着哪些联系 小明说 她学会了综合应用这部分知识解决问题 最后 请同学们独立完成作业 数学书101页第九题 同学们 通过今天的学习 很高兴看到大家都有所收获 下节课 我们将继续复习有关分数的内容 这节课就上到这 同学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